劉慈生導演王瞳籌備五年赤字1.61的史詩巨作《風中家族》 日前舉辦開拍記者會 參與演出的包括楊佑寧 胡宇薇 郭彩杰 柯家彥等人 卡斯陣容十分堅強 其中楊佑寧與郭彩杰組的情侶的再度同台 自然也成為民體關注的焦點 這一次跟彩杰合作 這一次我 蠻好玩的 然後 對啊 就是可以再一次合作其實也很開心 沒有沒有 她在上海有工作嘛 對 所以她今天就沒辦法來 除了楊佑寧與郭彩杰同台成為注目話題 是民導演李安的兒子李淳 既參與《最後大丈夫2》的演出後 首度參與台灣電影拍攝 而有著民導老爸的光環加持 也讓李淳瞬間風頭壓過所有人 聽說這次接了這個角色之後 有跟爸爸李安就是有討論一下角色 當然有 對 也是一樣就跟我所有的家人都在討論那個年代的感覺 然後台灣人撤退 撤退到這邊 所以都是就是吸收我所有可以吸收的資料 為了風窗家族 眾演員們都積極突破自我 胡宇薇跟在接受導演指令後 等待三週內減重五公斤 為的就是更貼近更重角色 不到三個禮拜 然後就極限的就是在運動 然後在狂瘦 但對於角色的話是好事 然後再來就是說 牛鬍子當初的設定是會抽煙的 所以當初我有 真的抽我第一根煙 然後覺得後來他們就是很好心 說不不不 不要破壞他的健康的身體了 所以就OK 那就好 接下來卡斯陣容 加上演員們有別遺忘的表現 這樣風中家族才開拍沒多久 就已經話題十足了